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奎里诺 他居然讲说 他是公开讲 他说如果中国胆敢犯台 他直接讲说我以前来这里 我就是让中国不敢轻举妄斗 他今天讲的更白是 如果你真的敢犯台的话 我会在24小时里面 攻击1000个目标 非常具体 24个小时 1000个目标 等于说你今天敢犯台 24小时他就会到了 到了以后也攻击1000个目标 所以他讲说 他说他正在研究 这样的一个作战概念 这个作战概念他会怎么 他如果你真的敢来的话 我就用大量的无人机 大量的AI 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 Health Camp 这是美军舰队公布的最新影像 时间在10月20号 美国海军飞弹驱逐舰西金斯号 和加拿大海军巡防舰温哥华号 联媒通过台湾海峡 美军表示一切行动符合国际法 目的在维护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 同时也是牵制近日发动 围台军演的中国大陆 事实上美加军舰联媒通过台海 并非第一次 去年9月美军的强身号 和加拿大的沃泰华号 也共同穿越台海 对此解放军东部战区 不止全程跟监 还尝试回应美加的行为 是在滋饶搅局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而中国对台湾的区域威胁 不止在军事上 无所不在的认知作战 也是中国常发动的手段之一 这是日本NHK 针对中国认知战 所进行一系列的调查报道 源头是从今年2月 一份中国官方外流文件 发现北京情报和军事机构 利用微软 苹果和Google的漏洞 对外国政府企业 进行大规模系统性网工 第一次有这个机会 能够看到中国的资安公司 披入这么多 他们所谓的这些内部的资料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 中国政府跟中国民间公司 背后的生态性 NHK记者找到台湾 建议社群数位安全的团队 发现中国上海的安寻信息 就是专门向中国政府 安全部门出售第三方 駭客所害得的个资 等于名气和官方共同合作 发动认知战网工 这包含发生在去年 社群Dcard平台上 出现台湾将引进 10万印度劳工的谣言 最终被认为是中国炒作的认知战 无所不在的中国駭客 恐怕遭遇突破多国资安系统的把关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众和报导 对 Hulkstep就是地狱景象 宝姐 地狱景象 对 为什么阿基女罗会这样说 怎样的地狱景象 宝姐 很简单 因为她说24小时 要攻击你1000个目标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类似这样 我会把中国很大部分的 包括说领土里面的1000个目标 我把它摧毁 摧毁了 宝姐 同时1000个目标被摧毁 它摧毁不是小规模摧毁 是大规模摧毁 那你说中国会变成是地狱景象 就我不论是空中的目标 或是地面的目标 就是类似这样 我把你完全摧毁殆尽的一个局面 所以Hulkstep 它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 对 你觉得基督教里面 你想一下那个什么是地狱 对 这个就是地狱 什么一切化为无际 什么都被摧毁 然后火光四射 这样一个状况就是地狱景象 好 那为什么他敢这样说呢 宝姐 我们来讲 不只是阿基女罗这样讲 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说 我们必须确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阶层 每天醒来 考虑侵略的风险 得出结论 得出结论 今天不是时候 而且不仅今天 而且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天 而且2027年甚至到以后 好 所以 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 还有阿基尼都说 好大力来 你来 就是地狱景象 那你想他为什么那么有底气 之前美国的参谋联系会主席 米利就讲 我今天让你起来 就是习近平每天打开窗户 对 然后就把他关上说 今天不是那一天 对 现在除了米利讲之外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也讲了 就米利还 今天阿菲里诺还讲说 今天我如敢胆敢犯台 我要让你变地狱景象 甚至连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讲说 你如果胆敢犯台的话 我会大量使用无人机 那我就用这种风群战术 对抗中国 也是用 Healthcap来形容 所以地狱景象 那到底美国要怎么达成地狱景象呢 美国的作战方式很简单 他就目前为止主要以F-35为个重要目标 我们F-35这个作战载态 美国会在F-35搭配非常多美国新世代的无人机 叫做携从作战飞行器 那每一台的这个造价成本只有三百万美金 未来可以降到更低 也就是说我一台F-35出去的时候 我可能同时指挥了数百台以上的这个所谓的无人AI飞机 过去对你进行一个狂轰滥炸 这些所谓的无人载态上面就有非常多飞弹 我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攻击你 这就是美国未来设想 万一在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要用风群战术 然后把中国或是把共军打成所谓的地狱景象 好 那我们曾经讲过 之前曾经讲的说法 一个说法是72小时 也就是中国如果犯台的话 台湾一定要撑 一开始本来讲说我要两个礼拜 后来说我要七天 最后说你至少要撑到72小时 撑到72小时 为什么要72小时 就是在琉球的美军 甚至你今天在关岛的美军 你72小时你才有办法来持援 所以你台湾必须要独立作战 可是阿奎里诺说不是 现在不是这个样子 他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数字 一个新的说法 说如果中国犯台的话 我是24小时里面 24小时非常均掉 1000个目标 我连1000个目标这个数字都出来了 没错 这阿奎里诺讲得非常清楚 1000个目标 这里面是什么 显然在第24小时之内 中国所有重要的军事设施 你的核弹设施 或者你的重要的基地 都会被我攻击 所以台湾说 他为什么会有一千个目标 这一千目标 他是这样设算来的 你说一千个不是随便讲的 对 好 那这个阿奎里诺 当然这样说之后 那么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 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会用自身强大的军力 来抗衡中央人民共和国 解放军的这个大规模的军力 五角大下 就是国防部幕要 在未来18到24个月 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到两年 一年半到两年 在多个区域部署 数千个自主武器系统 自主武器 对 那他到底是 什么叫做自主武器 他说呢 第一个 中国的核心就是在于数量 也就是说 更多的船 更多的飞弹 更多人 而美国 因应的方法就是创新 而不是以量取胜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可消耗性的 这个自主体系是正确的 这个创新模式 他说因为在乌克兰 就是用无人机去拖垮 整个俄罗斯舰队 所以显然他讲的就是 我们要用无人机的 这个方法 所以他们推的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大型联网无人机群 对赢得台海的这个战争 至关重要 所以他们最后的解答 就是大规模 而且联网的无人机群 所以他们现在刚才 这个地方就是台湾 上面布满了无人机 而且这布满了无人机的 刚刚状况里面 他是透过F35做空中指挥 而且他给彼此联斗 所以这无人机 我可以什么 在24小时里面 征搜 搜索 锁定 攻击 毁灭 对好 那因为这个所谓 无人机的这个 机群的战术来说 DAPA跟国防部 就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叫 突击破坏者 突击破坏者 他们用更快的速度 要收集 还要整合 我们所有的目标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作战平台的 这个概念 未来可以把F35 跟美国在研发 中的女武神的无人机 或是各式各样无人机 把它完全整合在一起的 攻击目标 而且现在美国 使用这个无人机 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刚刚讲 在恶物战场上面 我们就无人机 大概小小的一台 一只手可以撑坐起来 或者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小的载台 但不是 他们现在 美国既然公布 它大量的使用什么 女武神 这个女武神非常恐怖 它可以千里持员 它可以千里攻击 千里锁地 而且它可以变成了 F35 F16 F15的中程辽机 对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女武神的这个飞机 如果是想发现 它其实算是比较大型的 这个无人机 保健那 它的续航力非常厉害 它可以续航 大概5600公里 而且它载弹的量 是相当巨大 它可以载弹很多的导弹 然后可以远距离的攻击 它可以放导弹 对 我只要这个指挥辽机 告诉我命令之后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 攻击的这个状况 那你知道事实上 因为为什么它能够这样 因为它有大量的人工智能 还有传感器 完全结合起来 它可以识别 还有评估敌人的威胁 然后得到人类的这个批准之后 开始实施所谓的杀戮 杀戮 对 所以你就 就杀戮型 对 所以 那美国现在 他们已经把它试飞 它目前为止来说 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AI平台 把它导入之后 目前美国空军计划批准 要坐大概1000到2000架 左右的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1000到2000 2000架左右 他们现在有没有实战 有 这个F-15E 还有这个女武神的飞机 他们曾经有两台一起扮飞 然后两台扮飞的时候 他们有进行一些 相关的测试结果 证明说的确没有问题 未来的 你看 联合作战无人机的作战系统 可以无痛转移 无痛转移就转移成 我们可以一起 对空对空 或是空对地 进行一个目标 进行一个攻击的一个姿态 所以现在女武神可以完全地 配合F-15E 而且可以在F-11的指挥之下 进行任何杀戮的攻击 对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美国现在已经把 这个未来F-35或是F-15 搭配了这个女武神 把它做出来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目前未来的这个状况 我们从这个臭幼工厂 洛克希德马丁的工厂里面 他讲得非常清楚 比如说你看 他们未来的这个作战里面来说话 可能就是一台F-35 搭配了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出去 比如说你看 假设我这个作战系统 我要来到了这个敌人的防空器的时候 我会派出 几台无人机出去 做什么 做诱饵 所以你看你侦测到了 不是我真正的分析 而是这些诱饵过去 那我可以这样 我这些人 侦测到你的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可以进行一个破坏 我可以用无人机的发射平台 破坏你这些防空的武器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破坏掉 甚至无人机来说 无人侦察机 我可以进到里面 去侦察所有的状况 所以这都是他们作战的方式 那你看真正的F-35 他其实在这个地方 作战的这个前方的话 有大量的无人机过去跟他作战 而且是大量的无人机群 对 无人机群跟他作战 所以F-35其实在这个地方 甚至西洋三洞都在这个地方 后勤补给在这边 前方的这个无人机群 去跟他做 包括防空武器的破坏 我去侦察 这些都是完全都是无人机 这就是目前未来美国的 所谓的无人机群的 大致的作战方略 就是这样子 而且你讲到这边就更清楚 是为什么用Health Gap来形容 就是如果我今天用无人机群的话 你防不胜防 这个这边很多是隐形的 就算你伸测到了 也就是只有单兵的 其他的 我刚刚讲的 在F-15 F-35的指挥之下 大量的攻击里面 我可以设定攻击你的目标 然后我可以把你这边 移为平地 移为平地以后 刚刚讲到的 你那个 等于在淡丁神群里面 最恐怖的景象 在那个地狱景观 就会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 这个地狱之火的画面 就会重现 你只要胆敢攻击台湾 美国就用所谓的 无人机群 加F-35去攻击你 其实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无人机群来说 当然是第一个时间攻击你 但是它不是只有无人机群 我们知道美国在前线 包括说像这个 韩国也有F-35 日本也有F-35的 这个前面有非常多的F-35 在第一岛链这个地方 它都可以搭载 所谓的反舰的这个飞弹 远程反舰飞弹不说 保洁 他们现在未来是这样 目前为止 美国在试行一个状况 它准备把这个所谓 C-2运输机交给 美国自己改装之外 日本未来也准备改装 改装什么呢 我们到美国 有一个叫速农计划 速农计划就是说 它在这个F-35 这个C-2运输机下面 它用所谓的 货盘式的武器系统 里面可以有非常多 货盘式 对 AGM-158B的这个方式 它就类似一个货柜 那我就调到这个前线附近 我F-35在前面政策 前面无人机都知道我的目标 到底什么地方 我可能要肃清的时候 我这个C-2运输机就飞过来 飞过来的时候 我下面机部下面 炸了非常多这种货盘式的武器 我只把它丢出去的时候 保洁这些飞弹 完全都自动的去攻击你 那这些都是中远程的攻击目标 它就可以直接摧毁你 所以美国根本就 不用看到你 它前面无人机 可以先跟你做第一波的交锋 把你弄成地狱景象 攻击 还有剩下的目标 我就交给后方的C-2运输机 来对你进行第二季系统 所以它是让美国 在所有的作战方式里面 美国国防部会胆敢说 我们要把你变成地狱景象 它绝对是做过沙盘推演 而且它已经看到 未来的作战方式就是这样 才能够摧毁中国的军事设备 而且很多人讲说 我们台湾的F-16 那是一个非常老旧的飞机 那是50年前的一个飞机 可是不是这样的 现在F-16它以AI变身 AI变身 F-16居然已经变成第六代机了 对 为什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美国开始进行 叫做独一计划 它什么意思呢 它要把这个F-16的飞机 搭配所谓的AI软件 那AI软件搭上去的时候 保洁他们就说 他们现在可能搭配上去的时候 他们这个作战能力 几乎是等同于第六代的战机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第一个 我们人体有所谓的操控的极限 比如说在九个区域上 你可能就没办法做到那些动作 可是你交给AI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AI它的作战能力 它没有拘力的问题 它的作战能力 或是它的这个忍受力 高度它都可以比人类更加的高 所以就是等于说为什么 美国已经把这个 它目前为止在F-16收集到了 用AI软件收集到的数据 他就是说 这就是未来我们第六代战机的标准 所以你知道说 美国现在在所有的 对抗中国的武器上面 它绝对都是用最高的规格 而且最速的最快速的速度在进行研发 因为你今天特别提醒我们 美国印太司令阿奎 你如果讲的这句话 也就是说 它很难不要只 是24小时攻击1000个目标 你说美军从不打狂雨 我如果讲24小时 就代表我有一个24小时的作战计划 我如果讲1000个目标 就代表我真的已经锁定 差不多这样的数量 再配搭配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讲的 他现在在未来18个月到24个月 就一年半到两年时间 在多个区域里面部署数千个 不是一个两个 几百个是数千个自主武器系统 中共胆敢犯态 让中国变成Lands Camp 你说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恐吓 对 你看美国印太司令都出来讲话了 他讲24小时 1000多个目标 代表什么意思 它其实是其中一套剧本而已 其实对阿基里诺来讲的话 其实怎么摧毁中共所有在第一级 能够发动的所有的 这个攻击能力来讲的话 这才是他最重要的目标 也就是让他动弹不得 当然 所以你说24小时攻击中国1000个目标 是瘫痪中国 是瘫痪中国 让他动弹不得的概念 那你看到这个国防部的这个讲法 以及在看到过往这几年当中 美国印太司令在太平洋地区 或者在印度地区 这里开始做的任何岛礁建设来讲的话 都在执行这个东西 所以原则上 所以他不是今天执行 也不是未来一年半到两年执行 他早就这么干了 我们曾经讲过 美国做东西来讲的话 基本上以十年作为一个规划的行程 那这个十年规划行程 我们从这个川普时代 这个拿出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讲的话 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过了将近一半 所以他们已经早就在这个整体的 军事战场的规划上面 如何打击中国 因为他们常常想到一件事情 毛泽东时代 他用了最大的战术就是人海战术 中国什么东西不多 就是人最多 然后造的海军 海军的数量最多 空军的战机的数量最多 那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这么多的飞弹 这么多的这个数目来讲的话 美国要怎么能够击中他们 这变成说 他在整个印太防务战略当中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Akinio他讲的东西就是说 当他还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让他瘫痪 让他连起飞到没有些 这也就是像Anton文雄在讲的东西 源头打击的概念 源头打击 为什么要做源头打击 一样 就是他他连飞到没有起飞的时候 就把他的手的飞带起 全部破坏掉 他连起飞都没办法起飞 而且他是像我们在看那个什么 汤姆克努斯的电影当中一样 打了一发之后 又再打进去一发 再让他里面的地库来讲话 全部腾弯掉 这才是美国的一个 现在的思考的作战方法 而且为了要避免让人员伤亡 非常惨烈或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开始做这种AI 跟无人机的这个东西 但这个战场这个规划 其实从俄乌战争 达到了一个非常印证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真的无人机是可以打仗的 无人机是可以控制整个战场的 所以现在美国为什么要开发那么多的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来讲 我们讲整个是一个系统 包含卫星地位 包含了很多的这个精准打击 都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而现在呢 中国他自己也知道 他也秀到一个气氛 我们常常看到中共军机落台 或是中共军机来通过这个台海中线 以往都是比如说殲-16啊 殲-11啊 殲-10啊 等等相关的就是有人的驾驶的战略 现在也有无人机了 现在跑出这些无人机 而且无人机越来越多 那从今年5月开始的话 这下BZK-005就已经开始上场了 就这个 对 BZK-005 而且这个非常有趣的是 它是被日本拍到的 是 这是8月底的时候又来 而且它从这个云纳国岛跟台湾中间的这个中线 穿过去之后 竟然跑到日本主张的专属机区那个地方去 然后回旋了一圈之后 再往这个巴士海峡要跑 然后再走回去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让日本在整个西南珠岛的这个防卫队呢 F-15立即升空之后 拍到了这样的景象 而且拍得非常非常清晰 那这一架来讲的话 对 这也拍得太仔细了吧 对 这一架的长度基本上可以达到所谓的翼展来讲的话 可以达到18公尺 然后机身长度大概10.35公尺 那这一架来讲 它的这个所谓的续航力将近有40个小时 40个小时左右 所以日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东西来讲 它不用开战机就来探测整个台湾在整个东部的相关的作为 而且不要忘记了 8月底的时间 就是我们都在测试雄生飞弹 还有趁势我们的东部战区这个所有的印证的所有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一架无人机来讲 其实都来收集一些相关的资讯的 那从这边也可以看 日本现在对中国也是盯得非常紧了 它只要任何战机 任何这个所谓的机型升空来讲的话 日本它都会做database 然后做资料 而且将它的这个飞行的状态 以及它的时数也好 或者说它到底在用在什么样的运用上面 都会做相应的比对 好董事长你之前讲的全世界最会打仗 最喜欢打仗的就是美军 可是美军以前不多说话 但这次话也讲得太重了吧 而且为什么美国要丢这个东西出来 它现在就是说 所有的策略 它对中共它是不愿意 它是要避战的措施 避战怎么避战呢 它就是要动恶力 它不断地把兜出一些新的战区的概念来告诉人家 那现在它就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地域景象 跑出来了 有上千架的无人机 要用F-16的战机做主机 然后来做整个来掌控这个攻击的态势 这个高难度操作 非常高难度操作 我们不要忘记 中共也是世界上的无人机的大国 当你在发展无人机的同时 它还在发展无人机 当然是不是在其他在主要控制系统 双方会不太一样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现在要丢这个议题出来的目的到底是何在 目的是什么 就是他不希望发生战争 但你觉得会 老共会因为他丢这个东西以后 会缺而止步吗 不会吗 我觉得不会 因为老共要打你的时候 他有他内部的压力 他不会因为你的军事的优势以后 我不敢打你嘛 我是因为我的政治的因素 我非动你不可嘛 对 而且第三点大家都知道 两岸在台海战争的发动的时候的第一级 一定是由哪一方先发动 中国 当然是中国啊 不可能是美军跑去打他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中国嘛 然后我再質疑第二个问题嘛 这个 这个简单讲 你就1000多加24小时 24小时之内 可以发动1000多个目标来发动攻击 那目标是哪里的目标 中国的目标 是中国本土目标 对不对 因为美军敢跟中国的本土 攻击中国本土的目标 就变成了中美两个大国的战争 对 你现在想想看到今天的乌俄战争里面 北约敢不敢去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的国家 还不敢 没有啊 只有乌克兰本身搞一些东西啊 看起来包括克里米亚 包括莫斯科的骚扰啦 无人机的攻击啦 全部是用乌克兰的军事装备 对不对 他现在给你弄了一个像这个 电动玩具一样的图给你看啊 他告诉你什么 我要花这些钱干这个事情 他就一个目的 就跟以前的雷根的大卧一样 对 什么意思 你也要开楼 跟上 大家都会 我花了一千亿 你也花一千亿 他花一千亿 中共可能花两千亿 因为他技术比较进步 对 他改变这整个的作战的概念 这个概念很简单嘛 就是战区外的攻击能力嘛 他不在你战区里面打了嘛 战区里面我没有兵在里面跟你打仗了 全部是机器跟你打嘛 就战 就是用远距的方式 用AI的方式 用遥控的方式嘛 就是这个概念嘛 那这个概念是未来战争的形态嘛 但是我现在请问你 如果2027年 中共要打台湾 如果赖兴德选上总统 中共说他要打台湾 那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用 外乎啦 那这个土包子 那个土兵就来了 对不对 东风飞弹先给你干过来了 他先把你这个急速弹 把你这个机场全部给你炸烂掉了 空忧掌握到 他就给你来干了 你这个怎么来得及啊 所以这个是对未来战争的一个描绘 但是不是能够 我最近看到一个 他们有更清楚的 他搭配这个武器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他们就用了什么东西 就是雷射武器 他用雷射武器 他知道中共也有啊 我把你打掉怎么打 他们发现要用低成本的方式 攻击敌方的AI的一些的 无人机的那种什么方法 那雷射是唯一最便宜的方法 因为你用飞弹太贵了嘛 所以我刚刚讲的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美军对未来战争的一个描绘 它的宣传的目的只是告诉你说 要让双方都要增加作战的成本 可是如果2027年 如果台湾2024年的选举结果 是另外一个挑衅的结果 而引发中美大战的话 那那个战争形态 就会比较像乌克兰的战争 而不是这个 不是这种战争游戏的内容 美国总统拜登 他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那个行政命令 根据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就说美国现在要限制 向中国等对手国 来出售他们国人的 这个私密的个人资料 什么是个人资料 包括当你上网去买东西 你所留下的任何资讯 都是所谓的个人资料 后来大家才发现说 原来拜登这项命令 针对的就是中国这两大电商 或者现在这两大电商 完全攻陷美国的消费市场 而且就从最近才刚刚落幕 泰勒斯都去的超级被看齐 是我们都知道 过去这两三年来 美中贸易大战看起来 感觉是美国把中国 掐在地上打 包括科技大战卡脖子 让中国好像回到改革前 可是事实上有另外一个 没有烟消的战争 美中国正在反攻 而且之前没有人知道 什么东西呢 就是透过所谓的相关的软体 像T-talk或者Share-in 或者T-mo 这一种购物软体 或者是社交软体 你会觉得说 那不是就是还好吗 那有那么严重吗 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取得美国人一两亿 尤其是年轻族群 30岁以下这个 美国最年轻族群 消费者所有的相关的资料 跟个资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国安上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国 他们美国不愿意 具名的一个官员出来说 他说事实上 这个风险非常大 包括你的应用程式 你的智能手机 包括你汽车传感器 现在这些资讯 无所不在 全部都可能曝露出相关的风险 更可怕的是 这些都被敌国 或者是有意对美国造成损害 这些国家武器化 包括中国跟俄罗斯 现在这些对手 正透过这些数据收集来 支持駭客行为 间谍行为 甚至是勒索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拜登他自己 现在宣布说 可能要有这个法案要推出 好所以慧珍 我们都知道TikTok 他就是抖音 很多年轻人在玩 但是你刚才讲 另外两个是 虚然一个是Timu 大家好像稍微默身心 我们来看看 Timu这一次 在所谓的Super Bowl 在超级杯是大出风头 为什么呢 他钱真的砸得太多了 他是砸大钱 买超级杯30秒的广告时段 这30秒你知道是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的事情 等于是说 他是砸了千亿 为什么呢 赵叔告诉你说 Shop like a billionaire 就是像亿万富翁一样的买东西 就这样子来洗脑 看超级杯的一亿位的观众 是 而且我跟你讲 他2023年的时候 是花1400万美金 然后争取两次曝光 结果到2024年 也就是我们都知道 泰勒斯这一次超级杯 我跟你讲泰勒斯 他只是出现才20秒还30秒 没想到这一次超级杯 他竟然是美国史上 收看次数最多 甚至不知道是仅次 还是超越 就是登月月球的那一个 所以你就知道 他已经破架这个纪录 吓死人 太夸张了 那这一次呢 你知道吗 天母他花了多少 花了两千一百万美金 争取了五次曝光的机会 所以你就知道 这种密集 而且高收视率的一个曝光之下 当然美国尤其是年轻族群 而且这一次连泰勒斯都出现了 连本来不是这一个 是他们足球杯会看的这个族群 连fashion的族群女性 不是去看美式足球的都看了 为了泰勒斯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他这一次曝光度 而且为什么他争取到五次 因为年轻女生很会买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 他们所定的一个对象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大条 包括他们就说 你这个相关的 shopping的这一些软体 不断的在曝光之后 然后争取美国的一个市占额之后 会产生什么影响 就会冲击到亚马逊 你自己 美国的自己本身的品牌 跟你自己本身的业者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 完全不只是商业上 而且他所收集到 这些消费者的资料 可能未来都会变成是武器化 他们就曾经举一个例子 包括Tiktok也是 他们就说你知道吗 现在在Tiktok上面 你是美国的Z世代的 就现在二十几岁的族群 甚至会在Tiktok上面 去看财经理财相关资讯 什么都是去看Tiktok就对了 对那我问你 你知道前一阵子有个新闻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就是现在竟然连 拜登 拜登他竟然在Tiktok 要开个账户 为什么 因为拜登要选连任 如果这些年轻人族群 只看Tiktok 我不出现在Tiktok上面的话 他们不认识我 这太讽刺了 美国不是要封锁Tiktok吗 还把人家的总裁叫去 这个国会做听证会吗 只有现在拜登自己 都要去申请一个账号 没有办法 因为选票在那里 而且是年轻人选票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认为 这件事情不可小觑 还有大家会认为说 那那么多亚马逊 也那么多产品那么好 为什么美国的年轻族群 特别喜欢你刚刚提到 Shane跟Tiktok这样子的一个 刷屏的一个平台 因为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 太怕死人 他们有多便宜呢 他们就去说 你知道光是一个 同样品牌的服装 或者是说 太阳眼镜这些 Tiktok卖的是亚马逊 比较起来可能只有 他们四分之一的钱 这真的是 包括像电动牙刷 太阳眼镜 每一个售价 电动牙刷 电动牙刷 各位观众 你知道多少钱吗 一块美金 一块美金 你怎么可能 一块美金 连运飞都不止吧 那怎么可能会 只有一块美金 他们就很厉害 所以他们就说 这件事情 你可以想见 如果这东西是卖一块美金 代表他们中国 一定是国家在补助 这绝对是有 Mega的会真 其实你刚才说到 不只是电动牙刷 卖一块钱美金 一直长得很像 这个苹果 Apple Watch的这个手表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卖你九块钱美金 当然你会说 那他赚什么呢 告诉你 现在这个Tiktok 他其实关心的叫市占率 不是利润 所以他的确 每卖出一样商品 他其实都要赔20块 但为什么 现在我市占率够大 大家都来买我 因为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第一个 他们本来就是叫 我把你所有市面上 所有的竞争对手 都打垮了 打趴了 我就变成独占市场 我超过五成市场 之后 我再慢慢的把售价提高 这样子我利润就回来 第二件事情 我的目的可能是在搜集你这些美国消费者的资料 搜集你这些美国消费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讯 我未来要干嘛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投放广告 假设我想要攻击谁 我想要弄谁 这个不就是变成我最大的一个武器吗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这个Tiktok 你看起来是商业上的竞争 对你说哪一个真正的民间业者 经得起每卖一个商品 卖你一块钱 我自己赔十块钱 赔二十块美金 那更有call 更没合 所以显然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在市场上 他很重要一个情况就是 我让其他业者都打趴了之后 我就可以独占市场 这也是为什么你刚提到的薛应 前阵子有个新闻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H&M 这也是快时尚一个很重要的品牌 他本来是全世界的前三大 现在CEO要换人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薛应把人家打趴了 所以你知道这场战争 无烟效战争 真的其实在世界各地 都开始在点火起来 所以他们才在讲 二月十后的时候 事实上的国家 他们一些参众两院 有给CBS跟派拉蒙相关的信 跟他讲说 你们这一些TIMO跟这个薛应 他们的一个产品 这个很奇怪 太便宜了 便宜到不可思议 所以以后你们这一些 是不是比如说你这个转播 是不是那个 转播或者广告 对 广告 是不是要限制 不要让他们下 不然等于是帮助敌国 目前为止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但是未来可能可以 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 我跟你讲 他们还真的有两招 他们就是叫什么 这叫薛应Girl 什么意思呢 我给这个女孩子 她是个网红 我给她一个月 一百块美金 你现在穿的衣服 全部都是在我这个品牌上 薛应这个shopping上面买的 然后你一百块美金 你可以买五套 然后四十秒 每一套八秒之后 我跟你讲 我真的也被他们骗人 因为我看来说 哇 怎么这么便宜 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 但是后来我就想说 不行 我不可以这样 助长别人 所以但是真的很有效 你也知道年轻族局 没有什么收入 他告诉你一百块美金 也就是财不过台币 才三千块 三千块你可以买五套 而且我告诉你 他们厉害是什么 你看到他们有各种各样的KOL 来帮他们打 比如说呢 好 今天如果是穆斯林 你是不是都要包着这个头巾呢 就有一个穆斯林女孩告诉你说 今天如果你穿这个CM的服装的话 你看到穆斯林 可以怎么把它穿得很时尚 甚至说呢 有一些比较大尺寸的 这个棉花糖女孩 他就找了这个比较大尺寸的女孩 然后告诉你说 你这样子穿的话 可以显现你的这个身材特别好看 当然还包括了孕妇装 所以其实你说今天 如果你只是禁止这个电视台 来让他们下广告 有用吗 他们的平台是在网路上 真的 而且我跟你讲 他们现在最厉害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你在任何族群 高矮胖瘦 连穆斯林 穆斯林包着跟肉粽一样 还是可以时尚 所以你说 多厉害 你看他把它穿成这样 其实真的还蛮好看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说为什么 他们可以这么短短的几年之内 可以在全世界烧出这样一把火 甚至把那个H&M都打快打趴了 你就知道 他们真的是有他的两下子 然后他们 而且他们就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推出这东西 我们所有的东西 都透过数据化来分析 我们知道你要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的客人在哪里 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讲到 包括美国的试调单位 开始讲到说 你知道光是去年一年 那个新的销售额 年参率 这样高达29% 远超过Nike Tarkey 还有老牌的梅西百货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是把这些美国品牌 摁在地上 把你摩擦 等于是就把你踩在脚底下 所以这真的是个国安卫界 你要知道 之前我有研究过这一个品牌 他们说 他们每做一件衣服的成本 他给这个工人 只有一块人民币 一块人民币 四块钱台币吗 对 这太少了吧 这不是太夸张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议题 还有他们就讲到说 像Timo 他竟然在短短去年 2023年的下半年 他的用户不断增加 他竟然从本来的 两个亿多户而已 增加到现在4.67亿户 已经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他到底是为什么 可以增加的这么快 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讲的说 他现在都用大数据 然后来告诉大家说 我的这些消费者 他想要买什么 结果你看到 他们这些看不懂的产品 都可以当成他们的带路机 比如说什么 有一个这个假手 拿来撸猫的 虽然这个猫觉得很害怕 但是这个还是 两个卖你50块 但还是很多人要买 甚至还有什么 这个小鸟 这个鸟类戴的头盔等等 所以就看到就说 他们这个大数据就完全说 知道它的消费者 要的是什么 对 陈寅 你终于解了我疑惑 我们的制作单位 准备了一个小假手 想说到底在干嘛 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原来是在撸猫 所以你看 这种高贵的东西都有 那个东西我有 你知道吗 你有吗 我有那个假手 你在撸猫吗 我们家狗狗蛮喜欢的 对 所以你就知道 像这种东西 其实又贫又有创意 这年轻族群 完全就投合 年轻族群的喜爱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们在进军美国没有多久 才一年的时间 他整个在市占率 竟然可以飙到17% 你又知道他飙到17% 他所冲击的就是亚马逊 这一些龙头地位的一个市占率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 现在很害怕的原因 而且其实 现在还有一个状况是 现在这个美国的国安单位 也发现说 TAMU其实已经 你只要有一只手机 里面的所有的一些 它全部都可以害掉 所以美国官方 现在已经严重到 呼吁大家说 你如果真的有这个APP的话 建议你赶快把它卸载吧 就是因为这个母公司APP 是已经有前科的 我如果是美国的消费者 我心里讲这是假讲的 国安危机 问题是我就是买衣服 这10块钱买到 我为什么要有100块 买衣服这么严重吗 对啊 你说国家危机 是你们家的事情 我的危机是 我要每天有新衣服 所以你就知道 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 可是我跟你讲 真的不要小看 像TITO TAMU这样的公司 你知道吗 泰勒斯 我们都开玩笑说 它是行动的GDP 它根本一个 泰勒斯演唱会 但是竟然连TITO 都敢 连泰勒斯都敢得罪 什么意思呢 就是之前 他们的环球音乐 他们前一阵子 有一个新闻 非常震撼的一个新闻 他们跟TITO 在讨论版权的事情 两个谈不懂 这毕丙的情况之下 代表着环球里面 所有的 所有大牌的 什么韩团 还有泰勒斯这些音乐 都可能没有办法 在TITO上面 去搜寻到 因为版权的问题 因为那个环球 他就说 你给我们那个 版权费太少了 我们不给这些 那个剧情都不够 所以这样就不愿意 有没有可能是 因为泰勒斯请拜登 搞不好也是 但是后来 我跟你讲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人家这样子 一般的那个 那个平台业者 想说 那好 那我们给你多一点 没有 TITO很硬 不要就不要 为什么 因为TITO说 我可以扶植 我自己的泰勒斯 他们现在有一个计划 就是你是给你一个 比如你是素人 但是如果你很会表演 很会唱歌 他就开始给你 抽层很高 或干嘛 一些情况之下 等于是 他认为 我不需要跟你 因为这个泰勒斯 被你绑架 我未来有 非常多潜在的泰勒斯 未来可能出现 我只要拥有平台 我其实就拥有全世界 所以当这个题目 刚刚提到的 TITO这些 其实你要知道 他背后老板 都是中国企业 所以难怪 对美国来讲 整个议题 已经升级成为 国家危机 好 所以呢 玉峰 我们说到为什么 会变成国家危机 现在我们个人资料 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没有想到现在 你问说 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中华电信 现在怎么搞的 把大家的资料 在暗网上面也找得到 对 我们来讲说 现在个人讯息 其实就是会拿来变现的 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么中华电信 你想想看 你这辈子 你有办法逃离过中华电信吗 我就是用中华电信 没错 你看我们的手机 然后家里的室内电话 然后还有这个MOD 还有所有的网路 全部你都逃不了中华电信 现在我的资讯 现在没有在暗网上 应该就在上面了 好 现在暗网上 暗网上面来兜售 然后他直接告诉大家 Hello everybody 这边有这个什么 中华TELCOM 有多少 1.7TB 1.7TB 我相信大概就是全部的资料了吧 然后他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这个是台湾的 然后台湾的大公司 产业电信 台湾国家是在台湾 拥有什么资料 有内部文件 然后有台湾的公司 跟台湾政府的合约 台湾政府的公司也有 然后还有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And much more And much more 还有更多 还有很多很多 那你到底是在 真心的吗 还是你是骗人的 进去看 发现它有各式各样的 一个档案夹 然后这档案夹 然后他可以告诉你说呢 你有兴趣购买的话 私讯跟我联络 然后他当然是要修一点东西嘛 不然大家总不会上当 总不会相信他呢 这是什么 海巡署 海巡署的 海巡署它里面的专用的一个 传真专用章 然后里面包含谁 哪个承办员 哪个队员 然后业务主管 还有队长的合章都有 天啊 这个就是什么 电子公文 对 然后这电子公文是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海巡署 它的护卫件 要安装 启用卫星通讯 卫星通讯很重要耶 没错 你想想看 如果你竟然中华电信在这个地方 竟然有个漏洞 然后呢 按网里面有人把这东西给爬出出来 你竟然可以得到电子公文 对 我觉得这可能是它最light的东西 最小的东西 所以它才拿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中华电信到底还有哪些东西 被弄下去 其实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海军司令部的案子 外交部的案子 然后呢 最讽刺的就是我们国安重任的 国防部 支通电军 它的案子也都有 都被看光光了 你要来保护大家的资讯的 结果你的案子全部都有 所以呢 你从这个电子公文上面 可以建为支柱 你后面所有的东西 它都有 然后呢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 它还有一个什么 电路图 然后电路图 你可以去爬梳嘛 为什么要电路图呢 好 我们如果真的两岸发生战争 或是有怎样的话 你要知道一个基础设施 然后电路图呢 其实大概就是基础设施 那这个东西的电路图 重点是在哪里 你的地址是在台北市 中正区 重新南路二段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去查一下 总统管底 总统管底 就是在总统管底 然后呢 你在总统管底 隔壁的一个二层楼 这个东西竟然就是清清楚楚 有在暗网上面卖 而且呢 我们不要告诉大家卖多少钱 但是没有很贵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你到底中华电信 你在搞什么鬼 因为中华电信 你是肩负着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 都是你中华电信的 如果你这个东西 你都没有把它搞清楚 你哪边漏出去的话 你可以说是 几乎全台湾的人民的资料 就在网路上裸奔 就在暗网上面被人家销售 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严重 但是中华电信到目前为止 还搞不清楚 你的破洞 你的漏口 到底在哪个地方呢 所以这真的蛮夸张的 有请着大家问说 那我们的数位发展不在干什么 现在台湾人不只是被诈骗 甚至呢 我们所有的电信资料 都已经在暗网上 都被看光光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网路的世界 这个战争已经打开了 对岸也有一个公司 他最近也出事了 这个对岸的公司呢 他叫做安巡信息 他也被害了 但是他被害的原因是因为 他就去害别人 他去害别人 对 他害到了各国政府里面的一些资料 然后也包括台湾 也包括其他的世界各地的一个政府 然后呢 被弄出来之后呢 你竟然发现 他的 就是请他去害一个人是谁呢 竟然是对岸 都是公家单位 对 都是公家单位 包括是国安部的 还有公安局的 还有人民解放军的 这些省级机构 全部都被弄下去 弄下去之后呢 其实你们就去看嘛 到底跟我们台湾有没有关系 有耶 既然他们拿出来做demo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什么叫demo的 就是给你看免钱的 都没有问题的 看免钱的东西是什么 竟然是我们台湾整个地图 那这个地图不是说 你这个2D 3D的地图 它是有包括什么 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基础设施 我们的桥梁 我们桥梁的载重 这个东西它一直不停的更新 然后还做demo 那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如果你这个东西 你的地形地物被人家知道了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 你要在哪个地方上岸 然后在哪个地方来放装甲部队 你在哪个地方做任何的事情都有 但是我们认为这么积极的 这么精明的文件 人家是当做免费的demo 对啊 就像你讲的 它敢拿出来一定是最light的 一定是最轻微的 所以它可能知道的 还有更多 对 还有更多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 那我们有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的社会发展部到底在做什么呢 对 我们的唐凤 变成唐凤了 他躺着 他躺着了 我们的这个digital minister 保持充足休息 自然就有动力 我现在不知道他的动力是在哪里 所以吴董 光是这样子的一个资安危机 其实恐怕也是我们的国安危机了 尤其我们一直讲到社会发展部 之前大家在骂说 你不是要打诈骗吗 但是诈骗根本没有打到 现在呢连我们的资安全部都被泄露了 我认为我们现在政府的这个脚步 是非常的缓慢 而且落后很多 刚刚你们也谈到了 比如说现在这个中国时尚公司 薛英跟这个 跟这个TikTok 他你知道知道 他你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中国的这种演算的能力跟技术 已经不断在突飞猛进 那我们台湾在哪里 台湾根本就根本连车尾灯都跟不上 你知道吗 而且你说唐凤总共花多少钱 两百亿嘛 两百亿台币的话 他能做什么事情 其实他根本 我觉得在当时蔡英文在唐凤 在投入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方向没有搞清楚 我们还是每天都在接到 诈骗集团的电话跟解决 这个诈骗不是重点 诈骗根本不是重点 就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议题 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现在有一个新的指标 就是你这个国家综合性的演算能力 是不是能够超前 那台湾在硬体部分来讲的话 第一 应该台积电所有做出来硬体 跟NVIDIA的合作 全部是世界第一 但实际上我们软体来讲的话 非常落后 你就知道说 所以在台湾的发展 这个科技的领域 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的话 是指重视到硬体的发展 软体部分 根本完全没有重视到 在蔡英文来讲的话 完全落后 蔡英文完全不知情 他根本不懂 他这个事情完全外行 现在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GPT chat 对不对 GPT chat这个事情 看起来很简单 是个open AI 那我现在问很简单 全世界会发展 用中文的这个大型语言平台 有几个国家 就两个国家 一个台湾 一个中国 因为他们人比较多 他们人比较多 可是他们有一个缺点 他们的思想被管制 所以我们可以无远佛建 我们可以 我最近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丢一篇文章进去 然后我们让他自己生成 就Generated AI 我们会有自己生成出新的文章的话 那这个文章我可以发表 那中国可以吗 因为他有新闻自由 他管制的思想管理 你跟我乱写文章我把你抓去枪毙 把你关起来 所以他们自己的政策 在中国非常有科技的能力 比我们进步 但是因为他思想的这个禁锢的管制 比我们严格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个机会 会变成世界第一 就是我们自己在 这个大型语言平台的中文部分 我们有可能是世界第一的可能性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演算法 那目前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好的机会 就是我们的跟 我们的硬体跟NVIDIA合作 已经全世界第一了 然后如果我们的软体 尤其是在中文大型语言平台上面 能够在 现在目前已经有在发展 民间发展非常快 而我们这个部分有可能独步全球 可能领先在全世界的 有这个可能性 美国的印太司令阿基里洛 在纽约一个讨论会里面 别人问他整个印太的状况 他现在怎么讲 他说我有两个工作 第一工作是什么 我要防止等于说中国入侵台湾这个冲突发生 但是第二个什么 如果我的第一个没有达成 就是我没有防止这个冲突 我就已经做好战争准备 我不但做好战争准备 而且我会赢 就代表什么 第一个 你中国不要跟我打 你中国如果要打的话 我就会打 而且我不但会打 我还会打赢 这件事情应该是想讲 这个阿基里洛真的是蛮厉害 他放狠话 而且这个狠话会被留到什么 留在美国的听证会上面 因为这是美国之音来报道阿基里洛 礼拜二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讨论会 讨论会里面阿基里洛直接讲白说 我的长官只给我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 去吓一下中国 吓到他不要打 我们就一直武装 那中国不敢打 他皆大欢喜 那如果中国不买单的话 我就要打 而且会打到赢 然后取得胜利 他脚白了 中国不是我对手 非常 不是啊 中国本来就不是美国对手 可是大家所谓的弃台论在谈什么 他老美会被打吗 对 现在印太司令直接跟你讲 我就是会打 我会打 而且会打到赢 而且他还在里面 警告习近平说 这个战争不会是像俄乌战争 不会像普丁以为的俄乌战争一样 几天都结束 会打一大段时间 而且呢 你只要敢打 国际社会会团结起来 会一起来制裁你 一起来攻击你 他在威胁习近平吗 对 所以非常非常狠 所以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确实很多人都真的 哇 你真的是下定权 这把所有气台论都打脸了嘛 他哪来的底气讲说 我如果要打我就会打赢 原因是 所有的包围网 已经包围网 包围网好了 对没有错 他的美日韩包围网 美日飞包围网 还有美飞澳的包围网 三个金三角都已经包围网了嘛 美日韩我不用讲了嘛 韩国在选举选过后 直接靠到美国 对 然后呢 美日飞 这也不用讲嘛 对不对 飞日幣现在靠到美国 对 澳洲本来就美国 对 所以美飞澳 这样的三角 就是在整个第一岛链 对 你看 你说层层交据的 对 这边有一个三角 然后下面有一个三角 然后到澳洲这边再有一个三角 所以这是好几层的 所以第一岛链的包围网 坦白讲已经完成了 而且呢 美国除了在这包围网 做包围网 在这个第一岛链 他还干嘛 还搭起了核保护伞 这个核保护伞是什么 他们说 美国跟日韩都有协议 如果这两个国家被攻击 尤其是核攻击的话 美国会用核子弹 打回去吗 对啊 更夸张是 有记者跑去 说吴钊仙 说吴钊仙部长 有没有跟台湾谈过 吴钊仙说 台湾有没有在核保护伞底下 吴钊仙有谈过 但是细节不能跟你讲 不可能说不要嘛 他跟台湾谈过核保护伞 吴钊仙说有谈过 但是细节不能讲 可是很简单 我们美国问 台湾我要拉个保护伞 你要不要在里面 我不可能说不要嘛 他还说不要 我淋雨 不可能嘛 那整个核保护伞 那低岛链 已经完全撑起来了 另外对于美国来说 我打仗 我打的不是战争 打是后勤嘛 美国现在也在思考 如果打起战争 我的军舰如果坏掉 我要拖回关岛修吗 我不可能在关岛修嘛 所以现在美国跟 所谓的三菱跟川崎啊 干嘛签约啊 因为日本的三菱跟川崎 本来就是日本最好的造船厂 对不对 现在日本所有的军舰都他们做 现在美国跟三菱跟川崎签约 未来打仗 超过20款以上的军舰 在这边日本可以就地维修 那F-16在哪里修 在台湾维修嘛 对不对 就地维修 就地维修嘛 所以这个交织的已经是完成了嘛 就是到底在哪里 后期哪里保障哪里 这个维修都已经有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美国第七舰 其实一直不是完全体 什么叫完全体 美国第七舰有一艘航空母舰 一直在大修 叫做乔治华生存号 乔治华生存号 现在维修了六年了 这六年是什么 是大升级 因为一艘航母的这个寿命 大概是50年左右 所以它不会每一年都修嘛 它这个它是中期的时候会做一次大改款 你的燃料办会重弄 你的系统会重改 然后你的所有界面变成数位 就是会全部重弄 乔治华生存号做了六年 现在终于已经完成了 它回到第七舰队 对 2024年会移到横须赫 来日本这边去做进驻 换句话说 美军也在抢时间 抢什么时间 我要在中国动手之前 我的第七舰队所有的成员 要用最好的状态 来面对你中国的打仗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乔治华生存号的布局也OK的 那另外呢 因为目标是中国 老美在打仗 它会百分之百 模拟很多对手的状况嘛 过去我们常常讲 美国跟俄罗斯打仗的时候 它会先去做所谓的假想敌中队 那个假想敌中队 那个俄罗斯的假想敌中队 是早餐吃饿式早餐 起床号用俄国的起床号 对话也是用俄文 然后呢 我说战术战技武器 全部是俄文 它会百分之百模仿嘛 现在美国也成立了 中国的假想敌中队 这个假想敌中队 假想敌中队完全以中国为作 对这个假想敌中队很厉害 它是所谓的F16C跟F35A来做假想敌 F16C去模拟歼20 你看多不给中国面 中国一直觉得歼20是这个第五代战机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用4.5代来模拟 然后呢F35A去模拟殲31 他就认为殲31可能有第五代战机的可能 所以你看美国是用最高规格去模拟 那未来这些所谓假想敌中队 就是以中国的指令 中国的战术来去做模拟嘛 所以对于从美国来说 我几乎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了 所以现在这个美国一代11C 我觉得他说两个任务 一 防止冲突发生 二 如果冲突发生 我要保证战斗而且打到赢 确实是有机会的 所以董事长您讲 这个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 在这个讨论会里面 我只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是防止冲突的发生 如果第一个没有达成 我就要投入战斗 而且我会取得胜利 你说这个是被放的 这是美国军方让他放出来的 这是对中国的一个最后的警告 这个话是战略层次的发言 其实现在刚好给台湾的政客 跟台湾总统候选人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因为我们那个总统候选人 三个人 两个人都在讲说 台湾要备战而不求战 现在刚好这句话 他就告诉你 我是在备战 然后备战不成的话 备战不成的话为应战 那你要看到他那句话 你重新再拿翻来那句话 我们把那个话来解读一下 你看他第一个 他防止这场入侵台湾的冲突的发生 那问题他怎么防止 威嚇 一定是他的威嚇力的 他的威嚇力要能够展现出来 而更重要的 要让习近平相信他的威嚇力 是有力量的 对 所以他不但给你看到 而且要你相信他这是事实 那他怎么展现 我的恶害恶也来了 我的航空武器也来了 都是我们看到的 还有 那都是我们看到的 还有我们大部分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他有把握 我这个威嚇力 是你看得懂 让你看得到 然后呢 我一旦开始发动 你一旦发动攻击的时候 你立刻你会被 碰到我第二轮的 我要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对 就是说他的备战能力 跟他的备战的细节 他通通都已经让对方知道了 这个我们不知道 因为军事对军事有很多精密的东西 它可能是卫星的东西 可能是雷达的东西 可能平常很多小的东西 平常在对阵 我们在台湾看到就是说 哎呦 现在中共现在解放军的飞机 飞到我们西南空域 能飞多少 那个老美根本 你看了没有 连干扰都不干扰他 你都不理你 为什么不理他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打当他不会存在 打当不会存在 不可能飞过来 就算被打掉了嘛 你要飞西南空域飞个鬼头啊 他一定有别的方法对付他 所以今天这个印太司令 这个阿基尼洛 他在公开在这个论坛上 放这个话的同时 其实他们在行为上 或在行动上 已经不断的每一次重复的 不是用口说的 他是用军事演习的方法 他用各种资讯的方法 让解放军知道 你必败 对 然后你要确信 你会被我打败 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让解放军知道 他一定会败的话 解放军会不会冒险 会蠢动 会嘛 所以他一定要让 取得习近平的信任 必败的信任 这个事情 他才不敢冒险 对 这是他第一任务 对 第一任务 他要 那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的细节 所以我刚刚讲的 备战这件事情 其实是配合着 军事的作为跟演习 各种的 各种中间互动沟通的过程当中 让你知道 你完全没有机会 而且最重要的是 让敌方相信你 敌方确信你的能力是存在的 对 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第一个事情 我们看不懂 第二个就是 如果失败了 因为你会不相信 还是硬搞 对 那我一定把你搞掉 他说我就做好战斗准备 而且取得胜利 对 他就是 但是给你干了嘛 那第二点 第二件事情 在全世界来看美军的话 你不要怀疑 因为美军是全世界最会打仗的 最爱打仗的部队 他们最爱打 所以我刚刚讲 第一件事情是最重要 就是美军用它的威吓力 完成了它的备战的人力 然后更重要的是 取得习近平的信任 让你不敢动 让你没有根本不敢动的可能性 从念头上就把它丧失掉 这才是备战的定义 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对 所以我们 因为我当赖清德 当我们的柯文哲 这些总统候选人 在谈备战两个字的时候 必须要把这个 印太司令的这一段话 作为详细的叙述 才能够完整的让台湾的国民了解 是因为他有看到这些东西 不敢动了 这才有意义的备战 否则会变成口号式的发言 而且他也讲说 这个战争不会像 不会像普丁认为的 这个像俄乌战争 一下就结束掉 会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是你在台湾没完没了 还是你在中国没完没了 我现在讲的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目前西方 就北约 美国维持的北约 要准备 对俄罗斯的战场上的 最后的终极目标 他们的战略目标 设定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他们要设定到 要全面性的胜利 然后要让俄罗斯无核化 要把俄罗斯的核弹 全部把他 一次把他解决掉 让你丧失 发动核战的人力 这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目标 那如果说相同的逻辑的话 他会对中国 一样啊 你要敢打 我一定打到这个结果才有意义 否则的话 你随时可以拿这个 反扑 你用核威射 核威射永远存在的话 你就会蠢动 他现在只有一个最后的结果 把你的核威射彻底解除掉 你根本没有威胁欧洲的能力 这是最根本解决 他不打到根本解决的话 他发动战争没有意义 他去应战 花那么多钱根本没有意义 所以他目前对俄罗斯的这个例子 特别提到俄乌战争 他会跟你讲 如果你打了结果的话 我会把你打到什么程度 否则我也不会停 因为这不是说 不是中方的解放军的意愿问题 是我一旦应战的话 不打到我的战略目标的话 我们这个作战就变成 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是对大国战争的一个 终极目标的设定问题 所以他这里面交代有引用俄乌战争 是有意义的事 好 所以挺会 刚才讲的 现在应该司令阿基里诺讲这个话 真的像吴东所说的 他第一个是威吓 让你不敢轻取妄动 连作战的念头都没有 你敢轻取妄动 我不是说只把你打回去 我要把你打回解放前 而且现在美国还做一件事情 他已经在肩壁亲眼 他在清理哪里 他在清理关岛 清理关岛才发现 中国已经偷偷进来了 对 因为美国从俄乌战争当中发现到 其实俄罗斯要发动攻击之前 他都是会先破坏 用网路系统方式 破坏对方的所有相关 包含基础设施 电力系统 电信系统 银行系统 机动系统 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 网路电子带 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正在做一件事情 开始扫除清除 他自己的目前来讲 包含整个太平洋地区 因为阿基里诺 他本来就是印太司令的 这样的一个总指挥官 那包含前线来讲有关岛 然后后面来讲的话 包含在加州 第三舰队的所在地 所有地方 全部包含美国的 所有政府机构 都在清扫 所有的 所有的电子系统当中 资讯系统当中 有没有存在中国的骇客 或是存在中国的相关的 间谍系统 在里面存在 而且他们现在是找微软 帮他们清理 是 微软帮他们解读 因为变成很多代码 或是密码 很多东西非常专业的东西 后来竟然在关岛 发现了所谓的代号 是福特台风的 这样一个代号 福特台风 福特台风来讲的话 他认为说 这个东西来讲 都是中共的情报系统 而且是他们发现到 这个东西 背后是由中国政府 所支持的团体 来进行了发动的 而且他常常是潜在里面 但这些东西呢 专门针对哪些 他发现到说 在通信系统 天然气系统 电力系统 还有基础设施系统上面 都有发现到 他们的踪跡存在 但是就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东西 它不仅仅只在关岛 因为它可能要收集 相关的港口数据 是整个太平洋的 它可能会透过关岛 跑到夏澳嶺 或是跑到其他地方去 那这些东西 又跟五眼联盟的 这个情报系统 又有关系的 所以现在来讲 非常棘手的原因 因为这个事情 被纽约时报所披露出来的 原因主要是 你说中国已经在关岛 放了木把城市 或者是放了蠕虫 反正我就已经放了暗装 这个暗装叫做福特风暴 它是随时在战争的时候 我要让整个关岛 全面停止的 那包含这个 所有的军事机 因为你知道 所有港口的相关的设施 还有相关的 这个指挥体系来讲的话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海军 空军这些东西 那这些 透过关岛 再拓展到其他地方 所以它不是只有针对关岛 那拓展到其他地方去 其实最大的目的 纽约时报讲说 是针对台湾来的 那为什么是针对台湾来的 针对台湾 因为你必须要把 先把后面破坏掉之后 让美国没办法去支援台湾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所以现在来讲 它认为中共都已经早就在 很多美国的机构 在潜伏在里面 透过它一个系统 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系统 然后来 适时的去窃取 美国的相关的情报资讯 然后因为他们认为说 中共的做法跟 这个俄罗斯不太一样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中共的做法就是 收集情报 了解判定情势之后 才会真正的动手 但是俄罗斯是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就动手 然后所以他们说 两边的文化不太一样 所以中国来讲的话 就是在所有的太平洋相关机构 所以阿基尼洛其实 都在做一个动作 叫做威吓中国 我发现到你了 其实像这种讯息来讲 也是刻意发布出来 告诉中国说 美国抓到了 你不要再轻轻妄动 你这样我做什么事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我也就找微软来帮忙解读 然后所有东西都 而且它不是只有微软 是微软加上美国的情报系统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显然也是在警告中国说 我已经抓到你在我这边 放什么木马城市 后门城市等等之类 不管做这些 加上最近很多的事情 包含商务部长 是不是跟他们的一些 这个交流的关系 事实上都很多受挫 所以现在显然来讲的话 中美关系还是停留在 那个停滞的阶段 我们下期再见